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知都吐出来了 看她那张小脸 就像一副小鸭被卡住了脖子 面色长得通红 卡卡不停 我心里难受的血都吐出来了 女儿的偶吐几乎没有规律 空肚子会吐 吃饭后也会吐 偶吐前没有任何预兆 通常持续几分钟 但也试过几个小时 有时一个月偶吐几次 有时几个月也不见发作 女儿每次偶吐 我们都赶紧送医院 三年来 我们一直奔波于各大医院 还住了三次院 医生门绞尽脑汁 但几乎都是徒劳 该做的检查都做的 该检验的都检验的 就是没有发现实磨异常 专家门会诊时 考虑到了心理疾病 我们又专门去看了 儿科心理专家 心理医生教我女儿前的表格 也没有发现心理异常 难道是我前世作孽 上帝在惩罚我的女儿 马 02后来 有一位朋友建议 我们去趟大深圳医院 抱着试试看的念头 我们没有挂儿科 选择了全科 原本想直接挂专家号 但那里没有专家号 也不愿意挑选医生 由系统自动分配 我带助女儿进 入了15号教室 里面是一位中年男医生 我是蔡医生 有食膜需要我帮忙 他叫我们坐下 主动介绍了自己 我心里一咯噔 这次感觉明显不一样 关上门 试试里只有我们三个人 宽敞 舒适 安静 完全没有以前几个病人 唯主医生的吵杂 烦躁 我讲了女儿的古怪情况 讲了足足十多分钟 医生竟然没有打断我 这样婆婆妈妈的讲述 我自己都不知道 重复了多少遍 但医生却显得很感兴趣 我讲完后 医生说 听明白了 然后 他问我女儿 小朋友 蔡医生想专门问 你一些问题 你需要妈妈出去麻 女儿看了看我 摇摇头 妈妈在这里吧 但医生提出了一个要求 全过程中 我只能听 不能插嘴 更不能发火骂小孩 当才妈妈讲的是真的麻 医生问女儿 是真的 我吐了三年了 我吐好辛苦的 你吐的时候难受吗 难受 吐得我眼泪鼻水都流出来了 你为师摩会想我吐的呢 你知道原因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吐 以前医生说可能是心理问题 可是我没有不开心啊 我女儿懂事的 食膜东西都蛮不过的 表达能力也强 医生还问了女儿的学习 习惯 性格 爱好 问了爸爸 妈妈 年年奶奶等家庭情况 甚至我们夫妻感情 收入等 医生都问了 女儿很乖巧的 一一回答了 看她两个一问一答 哪里是在看病 更像是一老一小 两个好朋友在聊天 03 我家住在深圳永港 我与老公是大学同学 从谈恋爱到结婚 感情一直很好 婚后我们创业开了一个小公司 经济上不是很富裕 但还过得马马虎虎 有房有车 三年前我又生了一个男孩 就辞职做了家庭主妇 爷爷奶奶与我们住在一起 大家相处和睦 奶奶对女儿有点溺爱 顺住她的时候比较多 我要求比较严格 时不时的训而积聚 老公一个人打理我们的小公司 总是早出晚归 我们全家没有重男轻女 生了儿子后 对女儿的照顾和爱没有减少 一是同仁 有时邻居也提醒我 女儿生病是不是我 只爱儿子不爱女儿 我都是立即访认 绝对没有这回事 医生和女儿还在聊 我很闹闷 侧魔不看病 只聊天 我小时候也欧乎 但没你吐得那么厉害 医生的话风突然转向了 你是医生也会欧乎 为时模样 女儿很好奇 我是农村人 小时候家里很穷 种田需要肥料 你知道啊 我们家没有钱满肥料 爸爸就带着我去捡狗屎 捡的狗屎倒在田里 就会变成肥料 后来 我一看见狗屎就会欧乎 医生说 那你看见大便会吐吗 他又问女儿 大便 好恶心哦 女儿做了一个回脸 我看得大便不会吐 我看到妈妈爸抱我弟弟时才会 女儿突然脱口而出 我心里一下子震住了 我很想大声问为什么 但医生使了个眼色 按着我不能出声 我只好忍住了 医生还是很淡定 好像一点也不觉得惊奇 他平静地问 为什么呢 他们只爱弟弟 不爱我 只抱弟弟不抱我 说到这里 女儿突然挖的医生 就哭了出来 哭得好伤心 好像要把一肚子委屈都哭出来 我的宝贝女儿 妈妈生你养你这么久 还从来没有见过 你哭了那么大声 那么可怜那么委屈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止不住 盼命地往下掉 医生抚摸住女儿的头发 从桌子上拿着机张纸巾递给她 女儿擦住眼泪 继续哭 我抱抱你 好吗 医生离开座椅 蹲下来 用柔和的声音说 女儿居然走到医生跟前 抱住医生 还在哭喝不停 哭住哭住 女儿坐到了医生的腿上 医生抱住他坐在桌子前 好像一个父亲抱住自己的女儿 女儿哭住说 爸爸每次回家只抱弟弟不抱他 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了 也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只能躲在厕所哭 妈妈骂他的次数 比妈弟弟多很多 女儿将自己的憋屈源源不断地倾现了出来 医生听了多 说得少 人凭女儿放肆地哭 七分钟过后 他问女儿 你心里想要爸爸妈妈能抱吗 想 每次被人欺负的时候特别想要妈妈抱抱 爸爸回家了也想要他抱抱 女儿说 我的心在剧烈地颤抖 我的心在疼痛 低血 如果我的痛可以换回女儿三年的忧痛 就让我继续地痛下去吧 女儿口吐的原因仅仅是我们没有抱他 我的傻女儿 生了儿子后 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不能偏心 不能忽视女儿 没有想到我的女儿如此敏感 如此脆弱 她的内心是如此渴望爸爸妈妈的拥抱 零四 医生等女儿哭声止住后 给她开了一些药物 吃了这些药物不会有吐了 可是我吐的时候 吃是抹药都没有用的 女儿说 医生向我们解释 这些药物是保护胃和维持电解质平衡的 防止孩子吐得太多了影响身体健康 那我还会有吐吗 女儿问 我有一个治疗 你我吐的方法 你想试试吗 医生说 你感觉要吐的时候 马上走到妈妈或爸爸奶奶身边 让他们抱住你 有人抱住你 你就不会吐了 医生还叮嘱 我回家后告诉孩子爸爸 一定要多抱抱他 他需要你们的拥抱 零五 医生让我门下个 星期六中午来扶诊 最好把孩子爸爸 弟弟也带上 一家人一起帮助他打开他心结 回家后的在七天里 女儿真的没有在偶土 每天都开心 星期六的中午 我们全家来到了医生的诊室 女儿见到医生 立马跑过去坐到他大腿上 医生就这样抱住我们的女儿 开始了我们的聊天 这一次 女儿放得很开 有了医生撑要 他很淘气地指责爸爸不喜欢他 只喜欢弟弟 不抱他只抱弟弟 他还霸气地对弟弟说 我是姐姐 你不能欺负我 医生进一步了解了我们的情况 提出了几点建议 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家归了 一 爸爸回家后先抱姐姐再抱弟弟玩 给弟弟买礼物 一定要给姐姐买一份 三 不要随意斥责女儿 与孩子们多一些交流 四 爸爸妈妈多关注孩子的心灵 这次服诊 我们粗足聊了四十分钟 只花了一百元诊金 没有开药 没有检查和治疗 医生说 孩子体重无明显下降 身体发育无异常 不需要药物治疗 你而呕吐的真正原因 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心理疾病 叫神经性呕吐 而治疗的关键 就是解开女儿的心解 名词解释 神经性呕吐 神经性呕吐 又称为心阴性呕吐 以反复出现呕吐为特质 多见于进食后 随其出现普出所见食物 常于心情不愉快 精神紧张 内心冲突有关 无计智性疾病 作为基础 不影响以后进食的食欲 本病的治疗要点在于 深入了解导致患者发病的心理因素 积极进行处理 避免过多关注 其呕吐症状 合理安排患者的饮食 呕吐严重症 要适时补充营养 保持水电掩制平衡